80岁的老人 退休金8000 有三个儿子 可是没有一个儿子 愿意为他养老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我是兰兰 刚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挺震惊的 觉得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情 在存在着 经过是什么样呢 他呢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今年呢60岁了 他呢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在外面干零工 所以呢我没有正式的工作 我没有退休金 我现在身体也不行 也是疾病传身 我还需要我的儿女来养活我 我实在没有能力养活我这位父亲 而且我父亲呢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殴打我 只要弟弟们跟我发生矛盾 一定是我的事 一定我是那被打最多的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 就到外面自食其力 我就自己养活自己 我爸爸很少管我 所以我跟他感情不深 我不惦记他的退休金 我也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养活他 那么第二个儿子说呢 我爸爸从小脾气呢 就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脾气非常的暴躁 我们见了他呀 就跟那耗子见了猫似的 恨不得就往床底下躲 他在外面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拿我们哥三个来出气 打我最狠 虽然呢 我呢 有退休金 我呢 也可以赡养他 但是 他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特别的深 我呢 没用过他的钱 而且呢 我也是很早就出去 我大哥不管他 我也不管他 我也不惦记他的钱 我呢 很记仇 他对我的不好 我都记下来了 那么这个三儿子说什么呢 说我妈妈哈 在临走的时候就得病了 他都打我妈妈 我妈带着病 给他做饭 给他洗衣服 伺候他 他不高兴 不好吃 就把桌子给掀翻了 我一直觉得 我妈妈过早的离开人间 就跟他有关系 他的家暴 我现在呢 非常的恨他 我俩哥哥不管他 我也不管他 将来他走了 他剩下那些钱 我们都捐了做公益 哎呀 听了这三个儿子 说的话以后哈 就觉得哈 这个父亲啊 真的挺失败的 但无论怎么样 他也是把你 带到这世界上来的 父亲啊 不赡养老人 这样做合适吗 所以哈 我想问问 视频前的您 如果您遇到 这样的父亲 或者您听到 这样的故事 您觉得 他们这三个儿子 做的对吗 好 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栏栏栏 记得点关注 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